那我们有请白桥粤语演讲俱乐部的我们的灵秀凤会友 卓越讲员为我们第二位山峰会友做精彩点评 谢谢您 我把时间交给您 大家欢迎 谢谢您远到而来 谢谢司理 会长 以及分区总监 还有各位会友们 来宾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这位讲员自我介绍 他一开场的就说 我是谁 我是五级芝麻山 珠木 狼马 风 还有你天气热之后 你开着的风扇 那我就是山 风 一个非常出色的开场白 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 他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来自过去我向人介绍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 但是自从我的故乡出现了一位诺贝尔得奖者 我就是来自山东高密 非常自豪的介绍了他的来自 然后我为什么加入讲员会 因为我得到了张义伟的介绍 我想要提升自己 我想要继续的把这个当做我退休后的爱好 所以我加入了讲员会 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他 是一个非常爱好学习的一位贵友 他很巧妙的 一开场就利用了这三点 介绍了他自己 我很喜欢他的演讲 因为他态度自然 淡定第一次演说 就不缺场 不缺场 声音自然清晰 笑容亲切 眼神自然的 向各位 向各位做一个接触 他并没有说头低低的 只是看着讲稿 所以这些都是他第一次上台 所具备的一切的优点 他都做到了 如果要说一些能够改进的地方 我有一些我个人的意见 就是这个作业的目标是 是我介绍的 所以如果他能够多一点 琢磨于在他自我介绍 他自己的家庭成员 或者是他从事哪个行业 然后他说他来自山东嘛 当然他从小就在山东成长 而他来到新加坡多少年了 那么在新加坡和山东的生活 有些什么不同 我相信这里他能够讲的更多 因为他的时间是 只用了四分四十秒 还有整整的四分五分 所以还有整整的两分钟 他并没有用完 还有他来 他说他是 他山东出了一位诺贝尔奖 诺贝尔得奖者 那个人是谁呢 我们都很好奇 请问你们好奇吗 想知道吗 所以如果他能够把 这个人的名字给讲出来 那全场就碰动了 他就是莫言 所以总的来说 期待他下一次的演讲 会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出色传色 他会是一位下来的一位 很好的讲员 加油 谢谢秀峰会友 谢谢秀峰会友的鼓励 我相信对年轻人 对我们的新会员 都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那我们进入